駕駛一路往前開 開著開著路口處出現一輛左轉車 但來不及煞車只好往右 move 結果這一片往路邊一排氣機車滴滴龍 擋風玻璃瞬間碎成蜘蛛網狀保險感噴飛 現場一二三四一共六輛機車 通通倒在地上旁邊遭波及的一部自小客車 車尾被撞凹撞爛 警校貨包到場後緊急派拖吊車到現場 兩輛車撞得零件四散 由業者協助脫離開 而趙氏的駕駛因此受傷送醫治療 超過地點在花蓮壽風箱大雪路二段 三十號早上八點多 位於東華大學附近學生租屋處 趙氏的六十歲趙姓女駕駛 為了閃開左轉的六十四歲秋姓駕駛 雖然兩車沒有撞在一起 但他偏離車道 撥幾路邊車輛 警方表示當下雙方沒有撞在一起 是為了閃車才會發生 徵序事故原因與求新駕駛脫離不了關係 將會追究部分責任 特別新聞高中網絲手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